说到最适合单车旅行的国家,一定少不了日本,不仅大街小巷都可看到它的身影,更是形成了独特的自行车文化。 行乐军也发掘了七条绝美自行车道,让你骑着单车就可以领略最美的风景,你会追哪一条,想走就走,想停就停,单车旅行,不是为深度感受日本的最佳方式之一,伊广岛县,爱源县岛不海岛官网, 这批还记得行了军安利国的那条CNN圣赞的世界最美自行车道吗? 它就是西来河自动车道,又被称作爱河内岛不海岛,也是日本唯一可以骑车和步行横跨爱河内海的桥梁道路。 这条路,一头连接着爱源县,金像岛,滨岛,牲口岛,大三岛,博方岛和大岛等道语,另一头与广岛线的尾道是相连, 各具特色的七座高架桥梁,连接起来约70公里海道,简直是一场给单车发烧友的完美路线, 桥上都是有专门的自行车道,安全系数极高,离开主路,绕去小岛内,风景也醉人了很, 骑行的乐趣满满,绝对不辜负最美自行车道的美与,二山离县山中不环湖自行车道官网, www.yamanashi.jp沿着山中湖湖畔骑行,迎面而来的就是雄伟秀丽的富士山, 这种诱惑对于单车爱好者来说,几乎是无法抵挡,图片来自山中湖村一场观, 光刻绕行湖畔一周,路程大约是14公里,目前80%的路段, 可以通行自行车,路况良好,定骑行也变得轻松惬意,此外,四季景色各异, 沿途还分布着众多餐厅、咖啡吧、美术馆,为单车之旅增添更多的乐趣, 三岗山县算山高原自行车道官网,www.hiruven.info, 位于岗山县真亭市的算山高原,是著名的自然度假区, 而算山高原自行车道,以运动公园为起点,路线呈环壮,难度不高, 可以放心骑行,更可以饱饬算山三座山峰之间田园木格般的美景, 图片来自okayama-kanko.jp,算山观光协会随着夏季的开始, 最适合骑行的季节便到了,特有的凉爽高原气候, 令单车旅行也变得舒适惬意,沿途更可以经过德西牛牧场, 薰衣草花田,以及入选日本名水100的冷全董观光名所, 还可以品尝美味的煮制品或冰淇淋,乐趣满满, 四宫崎县日南海岸官网NICHINAN-CYCLELINE.JP, 位于宫崎县南部的日南海岸,是日本最南端的里亚市海岸, 与常见的水清沙幼之海滩风光不同, 这里交错着雄极壮阔的岩岸和沙岸,形成一幅奇特而神秘的景象, 令人大开眼睛,其一步单车便可领略着无可比拟的南国风光, 除了景色优美的青岛鸡窟街灵,景色奇异的鬼之洗衣板, 以及有如于洞窟中建造的蹄户神宫, 都是日本首区一指的绝景,为旅行赋予了别样意义, 无常也现清景则观望www.karuvawa-cycyling.com 作为日本知名的避暑圣地,景致优雅, 绿意荡然的清景则也是非常适合骑自行车悠游的, 在清景则全域都适合骑行,凉爽的气候, 清新的空气令人心旷神疑, 在这里骑行会不时于匆匆郁郁的树林中穿梭而过, 与大自然做最亲密的接触, 途中更将经过当地著名的教堂、美术馆等建筑, 可以随时停下来的叹息之旅, 而气氛优雅安静的餐厅或咖啡馆, 则是旅人途中最佳的慰藉, 六兹克县琵琶湖官网www.biwako1.jt 风光秀美的琵琶湖, 是日本自行车爱好者的骑行圣地, 环虎一周约200公里的路程, 如果是专业的骑行者, 一天便可以轻松达成, 当然,对于一般的单车骑行, 可以按照需求选择合适的路线, 途中还可以随时修洗或更改形成, 图片来自gpouth.biwako-cyclingbiwako1.jt 随沿着琵琶湖环湖行, 一路将经过许多著名的景点, 途琵琶湖大桥, 近江八班水乡, 雁根城, 以及海津大旗等等, 若时机得到, 还可欣赏到著名的琵琶湖八景, 是独一无二的体验, 七词呈现国营日历海滨公园官网, Hitachetide, Hitachetide, CYCLING, HTML, 以春季粉碟花海绝景闻名的日历海滨公园, 是一个四季都盛开着鲜花的地方, 夏季的薰日浴草, 玫瑰, 秋季的地夫, 波斯菊, 盛开时的景色也都绚烂多姿, 不仅拥有美丽的大花海, 这里也是人气的单车骑行地, 除了拥有全长11公里, 沿着花海延伸的绝美自行车道之外, 更是有四个自行车中心, 自行车数量达到千台以上, 充分保证骑行的需要, 平坦的车道, 随着四季变换的自然美景, 也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一次单车之旅, tips 夏日骑行注意事项, 一下日子外线强烈, 不仅要勤涂防晒霜, 而且要避免肌肤落露在外, 防晒衣, 太阳镜, 遮阳帽也不可缺少, 长时间骑行, 请做好专业防护措施, 二骑车时间也有讲究, 尽量避开11点到15点这段时间, 选择在阳光不那么强烈的早晨或下午骑行, 三即时补充水分及盐分, 但是不建议利用碳酸饮料及浓缩过脂, 此外, 应随身携带防重鼠药品, 四日本的骑车规则与国内有所不同, 比如自行车需要靠左侧通行, 夜间需要开车灯以及禁止在人等, 可以事先了解一下, N这理由也有, 要做得在竹门下来的邀请, 您知道, 感谢观看